我们要聊的一个主题 叫做蝴蝶门 那这个蝴蝶门 我相信线上的同学呢 其实关注命理节目 或者是说 看这个不同的书籍 不同的直播 这三个字绝对不陌生 是不是 那既然不陌生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开 今天这个直播呢 哎呀因为今天 我觉得感触很深 因为今天呢 我到一位同学家 去帮他们做这个 室内规划的服务 那他呢 其实好不容易存钱买了这个 房子 其实这一对小夫妻 在之前他们并没有特别关注 一些所谓室内 室内的一些风水杀气 所以当初他们在买房子 要课便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讲到 这个门 也要做什么样子的改变 可是呢在一个很偶然的 情况之下 他们看到了某一档风水节目 结果呢就说 哎呀家里面如果有蝴蝶门的话 第一个夫妻不同心 第二个可能父子会反目 第三个那可能会导致呢 破财家道中落 哎呀那一家三口 刚好他们的宝宝又是儿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主卧房 跟他们的这个 外面的这个厕所 刚好就形成了蝴蝶门的一个格局 好啦那我想 虽然大部分的同学呢对于蝴蝶门都不陌生 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蝴蝶门 它在形态上面它是长的什么样子 它是长这样子 啊有没有看到 这里呢是 这里呢是主卧房 卧室 旁边这里是厕所门 那我会看到 哇一面墙 这个一面墙两旁 同时有两道门 这个就构成所谓的这个蝴蝶门的一个格局 好那今天刚好了 今天遇到了这个案例 他们也是像刚刚给各位看的平民图这个状况 那么就很头痛啦 因为其实房子已经跟设计师都谈的 已经有个大方向了 那他们今天就很紧张 就问说老师那 那这样我的门是不是要打掉 我说你这门为什么要打掉呢 他说我要做暗门 也就是我把其中一扇门呢改成暗门 那这样子 我就能够把蝴蝶门的这个 所谓的不好的影响给化解掉了 当然啦 我相信如果说遇到蝴蝶门 很多人都直接会想到说 啊我要做成暗门 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如果说已经这样做的 或者是说打从心里面 就觉得要这样子来解决蝴蝶门的问题的 好 那我希望呢 第一个 我不反对 因为其实这样做对于房子而言的话 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你做没有关系 好 可是如果说你现在刚好是正处在一个考虑阶段 或者处在一个很纠结的阶段 或者碍于预算的关系 我真的没有钱 在敲门 在做装潢了 啊 我半年之前我才装潢完的 你要我现在在敲 你要被我老婆骂死 是不是 很多人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你是处于这种状态的 诶 没关系 你听完今天的直播 你再来做决定 好不好 那如果你已经做的 没有问题 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好不好 那你就当 你就当听一听 去了解一下 啊 原来蝴蝶门有另外一种解释 OK 如果说 我们今天 在进入真正内容之前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说蝴蝶门 真的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 啊 比方说这个 夫妻会不同心 或者父子会反目 或者家里会大破财 乃之是家道中落 啊 那为什么 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建商 他们还要做蝴蝶门的格局呢 是不是 其实呢 我还是 我还是重申了 啊 我一贯的一个 呃 主张 就是当我们只要讲到煞气 我们必须要知其然 也要知其所以然 所以呢 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 或者是判断这个煞气 到底实质上对我们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先了解蝴蝶门的出处是来自于哪里 啊 其实我还是觉得很纳闷 啊 我们翻遍了任何的一个风水的书籍 风水的古籍 任何风水的经典 啊 我们都找不到蝴蝶门这三个字 好 那我就想说 好 那如果说蝴蝶门真的这么严重的话 那是不是 哎 比方说我在其他的国家 应该也可以搜寻到蝴蝶门 这三个字 对不对 OK 那 然后呢 那我就尝试做一件事情 啊 因为我在 我如果在台湾的网站 搜寻蝴蝶门 就搜寻来搜寻去 搜寻来搜寻去 那就只会集中在 呃 某 某一个地方 好 那集中在哪一个地方 你们可以自己 透过台湾的Google去搜寻啊 哦 那我在想说 毕竟啊 毕竟这个 呃 风水啊 它是来出自于中原地区 好 那我就先找 找什么呢 找这个 哎 呃 我们整个华人最多的地方 那是哪里呢 Mainland China 好 那我去Mainland China 打这个蝴蝶门的时候 嘖 出来的这个 就是 咚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出来这个 这个图片呢 坦白讲 我 我看了呢 我真的是 我 这不是三条线 这是 五条线 然后呢 头上呢 嗯 很多鸟飞过去 那我也不知道说 到底 我该 该气 还是该笑 因为我非常认真的 去做这件事情 结果他跑出来这个图案 嗯 所以呢 其实在台湾以外的地方 蝴蝶门 他会出来的图案 会是什么呢 会是这样子 嗯 好 所以呢 你们可以去 你们只要登入 台湾以外的网站呢 你搜寻蝴蝶门 三个字 就会跑出来 这个样子 这是 跑车的蝴蝶门 OK 好 那我想说 嗯 好吧 那可能是我搜寻的 我搜寻的 这个 网站 这个不对 好 那我就想说 好 那我就登入国际的网站 国际的网站 那国际的网站呢 那我就想说 哎 那既然蝴蝶门 全世界都有华人嘛 对不对 那全世界都有华人 那我就想说 好 那华人在国外 不管新加坡 马来西亚 澳洲 应该都是讲英文 我就开始思考了 蝴蝶门的英文 怎么说 Botterfly door 应该可以直翻吧 有很多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同学 对不对 我应该可以翻成 Botterfly door 对不对 结果我只要打 Botterfly door 它出来的 还是 这个 跑车的蝴蝶门 OK 好 我 不死心 我觉得说 应该是我翻错了 OK 应该是我翻错了 我想说 好 那我就翻成 因为我想说 这个蝴蝶门 应该在以前的定义 叫做大门 对不对 我就输入了 Botterfly gate G-A-T-E gate 那个登机门 是那个大门 对不对 Botterfly gate 我觉得 应该有了吧 结果出来的这个图案 结果出来的这个图案 我彻底的认输了 我 从此 我再也不用英文去查的什么风水的这个专有名词了 Botterfly gate 应该是它的这个专业度 应该是比Botterfly door 要更来的专业严谨吧 对不对 你们知道Botterfly gate 它出来的什么图案吗 突然是这样子 没错 它真的是蝴蝶门 它真的是一个标准的蝴蝶门 我认了 我 看到这个图案之后 我就OK Fine Fine I give it up Let it go 我就不查了 好 所以呢 经过了 经过了这一番努力的搜寻之后 啊 我决定了一件 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啊 原来呀 这个蝴蝶门这个名词 它只出现在哪里嘞 它只出现在台湾 啊 它只有在台湾出现 OK 好 那既然这样子 那好 那既然外面找不到 那就回归到台湾咯 好 那在台湾 如果说我从台湾 那打打打打打打打 去搜寻 这个蝴蝶门的通俗定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搜寻这个通俗定义 一样嘛 我们要知道它的原理 它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才有办法去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 OK 那它的一个定义呢 通俗定义就是说 我一面墙 同时开了对称的两扇门 它就构成所谓的蝴蝶门 所以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张图了 它说呢 只要一面墙 一面墙 这个叫一面墙 对不对 同时开了对称的两扇门 这个就叫做蝴蝶门的格局 好 OK 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又回到今天直播一开始的这个原点 对不对 我还是找不到 为什么 why why 你要给我一个定义 你要给我一个定义 好 OK 那所以呢 那我们就再努力的去 再往前找 找什么呢 开始翻了 哇 所有的这个风水 这个点击啊 哎呀 好不容易 让我找到 可能 可能是蝴蝶门的mother 可能是蝴蝶门的妈妈 也就是说 原来蝴蝶门是从这一部分去生出来的 去衍生出来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个家 开两扇门 那我再讲一次哦 蝴蝶门的通俗定义啊 是我一面墙开了两扇 开了两扇对称开的门 可是问题是 这个定义在以前是查不到的 那在最原始 我再往前推的话 哎 其实有一个禁忌 跟蝴蝶门的定义 是很像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个家 开两扇门 啊 开两扇门 好 所以这样翻翻翻了 哦 终于让我找到了 我们都知道啊 以前啊 有一位 呃 相传是非常神奇的人士 啊 这位呢 仙人叫做鲁斑 啊 鲁斑尺听过吗 对不对 啊 鲁斑尺 鲁斑尺就是俗称的文公啦 文公尺啦 对不对 那鲁斑呢 其实他就是呃 依照他的一些木作 公义的一个经验 哎 他把它融合在风水里面 啊 当然鲁斑他也有他的一个 呃 我们讲说非常厉害 呃 非常有点类似像玄学的一个地方 啊 他能够造运 啊 那可是呢 他的所有的一个经验 他把它汇整 应该是说后代的人 把它汇整了一个鲁斑书 啊 叫做鲁斑书 然后呢 在后期呢 又有一部经典呢 他跟鲁斑书 里面的内容大同小语 叫做像宅经 啊 不管鲁斑书也好 像宅经也好 他的里面都有讲到一段话 请大家帮我打下来 啊 因为呢 这段话会破解我们蝴蝶们的迷思 好不好 来 有一句话叫做 一家不可开二门 一家不可开二门 父子没慈恩 一家不可开二门 父子无慈恩 啊 他这个意思呢 其实他要表达的是 我一个家里面 不能够开两扇同样尺寸的大门 因为呢 如果说我一个家 我开了两扇 同样尺寸的大门的话 爸爸他没有办法很慈祥的 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那孩子呢 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注重孝道嘛 也没有办法 非常的有礼貌的 去对待自己的爸爸 啊 所以呢 如果说一个家 同时开了两扇 相同尺寸的大门的话 哎 父子会反目 那同样的呢 其实 呃 在后 后代 就有很多的说法 如果一个家 同时开了两个大门 就代表怎么样 代表两个女主人 啊 因为一个大门 代表一个主嘛 是不是 啊 那所以呢 那也有人说啦 那如果说一个家 同时开了两个大门 那容易会有小老婆 啊 也会有这种讲法 哦 好的 那所以呢 来 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发现 哦 从这个最原始的定义 它其实要表达的是 一个家 不能够开两个大门 哦 它表达的是这样子 哎 那所以咯 哦 其实换到现代 现代的生活环境里面 我们把这个大门 其实大门它的定义 大 大范围 最大的一个范围 它可以到一个家 小的范围 到哪里 到一个房间 所以呢 我一个家 不能够有两个大门 同样的 我一个房间 也不能够有两个房门 如果说一个房间 有两个房门 或者我直接讲 主卧房 如果有两个房门 那么夫妻就会不同心 啊 然后呢 先生也好 太太也好 在外面 可能就会有烂桃花 所以它的定义 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嘴巴 讲的蝴蝶门 它要成立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各位同学 你看你的家 现在会有两个大门 大门 前门跟后门 不算 是要有两个大门 两个前门 还有各位同学 你觉得 你家的主卧 有可能出现 两个房门吗 不太可能 你真的要出现 两个门 只有一种状况 一个是我从房间 到客厅的门 一个是我房间 到厕所的门 这个不算 因为呢 它们不在 怎么样 它不是出去 到同一个地方吗 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各位同学 以后呢 如果再遇到 这种情况 再遇到这种情况 请不要再说 它叫做蝴蝶门了 因为 它根本就不成立 除非 除非一种情况哦 什么情况 来 除非来 今天我在这个墙 我在这个墙 我又多开了一个门 我又多开了一个门 所以变成我这个卧室 这里一个门 这里一个门 诶 那就构成了蝴蝶门了 那的确是构成蝴蝶门 如果说你 我们先不要说一面墙 如果你一个房间 同时开了两个向外延伸的门的话 我在气场上面 我在气场上面 诶 因为它共振效益的关系 气场就会比较乱 我们先不说到底先生或太太 会不会在外面有烂桃花 至少我人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心情上是浮躁的 我睡眠会容易出问题 那我在家里面 如果心情很浮躁 自然而然 我就不喜欢待在这个房间里 或者是我即便下班了 我也不想太早回家 因为我在家 我觉得心情很烦 我进不下来 这个叫做人之常情 但是这个人之常情 是我自己想吗 不是 是因为我房子 房间的气场 让我没有办法在里面久留 知道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蝴蝶门的这个定义 我们要更清楚了 以前的大宅 原则上它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以前的大宅呢 大门 我先说 大门在 应该是说自古以来的定义 大门只能有一个 因为大门叫做主 主人的主 其他不管是侧门也好 后门也好 小门也好 它叫做次 次要的是 所以呢 如果说 我旁边的这个门 跟大门一样大的话 这个叫做主次不分 或者是说 我旁边的门 其他的门比大门还要高 还要宽的话 这个叫做主次不分 中国人很注重这一块 所以你会发现 在以前的古宅呀 来来来 中间这个一定是大门 大门一定开中间的 没有人大门开旁边的 你会发现 只要是大门 它一定是两扇 基本上都是两扇 旁边的这个小门呢 原则上 大部分 要嘛一扇 要嘛就是说 它开两扇 但是它的 这个宽度和高度 一定是比大门要来的低 你看 这个也叫做 同一面墙上面开 这还不只开两扇门 这个叫做开三扇门 那你怎么讲 是不是 如果我一面墙上面 我同时开三个门 这个如果两扇门叫做蝴蝶门 那三扇门叫做什么门 品质门 不对 品质门不是长这样 三扇门叫什么门 不知道 反正 我没有办法想象力这么丰富 好 但是为什么这个 就不构成不好的影响呢 我刚刚说了 大门只能够有一个 所以当我一个主体 一面墙出来的时候 我必要很清楚的 能够分辨得出来 哪一个是主 哪一个是次 只要我能够分得出来 哪一个主 哪一个次的话 其实对于古代的这个 这个格局而言的话 它就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在大门只有谁可以走 只有男主人可以走 或者是说只有重要的达官贵人 来的时候可以走 其他旁边的小门 是谁在走的呢 比方说 隔壁的邻居来送鸡蛋 或者是说呢 我这个在这个宅地里面的仆人 如果要进出 我就只能走小门 我不可能走正门 那这些 那个就另当别论 小门就另当别论 所以就会有 在我们去这个 看南部的透天的时候 一些独栋的房子 很多同学就会问一个问题 老师啊 我这个门口是我的停车场 我停车场有一个主要的车道 对不对 我有一个主要的车道 可是我人 如果我每天进出都要走车道 那很麻烦 我在旁边开一个人走的小门 这样子会不会构成所谓的 开小门 就是一家有开两个门的 负面影响 我告诉各位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主要进出 车子主要进出的 这个车道的这个大门 跟我旁边走的这个小门 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 只要不一样 在我宅地的正前方 OK 它就不会有不好的刻印 可是如果说 在我的房子的正前方 我在同一个平面 我开了两扇 一模一样的大门 尺寸高度宽度一模一样的大门 那个就不建议了 好不好 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案例了 如果说呢 您家 您家的这个格局当中 也遇到这种情况 那你已经把 不管是说把厕所改成暗门 或者是你把两扇门都改成暗门了 我觉得OK 没有问题 因为你这样子改 其实对于您的房子 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而且看上去 的确 整体性很强 很美观 绝对没问题 可是如果说 线上的同学 你现在刚好是 你买了一个新房子 又或者是说呢 您家的格局 就是这种状态 但是你之前并不知情 那你不用过度的去紧张 不用自在开始会 好像睡不着觉啊 会担心啊 说那我不改了 我跟我太太的感情 跟我儿子之间的感情 那我是不是会容易破财 会不会有这种不好的影响 不用这么紧张 好不好 因为其实 按照最原始的一个逻辑和定义 蝴蝶们要成立 特别是在现在 特别是在现在 其实是很困难的 或者是说根本 不能讲说根本不可能 那原则上是不会有人这样子做的 好不好 那当我们知道 这个蝴蝶门 它的原始定义 就是说 我一个空间 我不要开两个 我不要开两个大门 之后呢 其实我们接下来 再继续深入去延伸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蝴蝶门 它的定义 会跟我们室内风水煞气 有几个 原则上 至少就我的观点 我的角度看起来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 是什么呢 来比方说 这个 枯字窗 比方说 这个 枯字门 比方说 上次有同学问到的 回风煞 你们去想一想 枯字门 枯字窗 回风煞 还有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所谓的 今天讲的这个 蝴蝶门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的一个逻辑 它的整个图像 我从远方看过去 它都是 两个气口 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所以呢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 有一个初步的 一个结论 原来 在一个空间里面 不喜欢 有两个主要的气口 同时开启 或者是说 有两个主要的大气口 同时 长时间开启 因为当两个气口 比方说 我一个气口在 北边 一个气口在东边 那当我两个窗户 同时开的时候 我北方 北方的风会冲进来 东方的风也会冲进来 那这样子 两个方向的风 如果同时 在一个空间里面 强力的搅动 关键字哦 强力的扰动 这很重要哦 风水 风水 风值的就是气流 当我有这个 不同方向的气流 同时在房间里面 这边搅动 像洗衣机 这样搅动的时候 人在里面 绝对待不久 绝对待不住 心情会很烦躁 哦 那所以呢 通常就会不会 不建议啦 一个房间里面 同时有两个 不同方向的大窗 你真的有两个 两个大窗存在的话 你最好 其中一个窗 你就让它 长时间保持关闭 或者是说呢 你长时间 用这个 透光的这个纱帘 或者是百叶窗 把它给折起来 主要通风的 这个落地窗 或者是窗 我只要保持一扇 这样子就可以了 啊 好不好 所以有没有发现 啊 瞬间哦 豁然开朗 我听上去 有四个煞气 蝴蝶门 枯子门 枯子窗 回风煞 其实他们的道理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最古老的一个定义 一家不可开二门 啊 OK 好 那我想哦 希望啦 今天这个直播的内容 可以真正的能够帮助 很多同学 一直以来 对于这刚刚讲 这几个煞气 有很多的这个疑虑 如果说家里面 没有蝴蝶门 你换成拉门 当然没有问题啊 当然没有问题 不论是说换成拉门也好 换成暗门 就是俗称的隐藏门啦 哦 不管你做成拉门 哦 不管呢 你做成隐藏门 不管你做成暗门 哦 又或者是说呢 那有些同学会认为说 哎 老师 那这样子 那我在这边 我装个门帘 两边装门帘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啊 为什么可以 因为 我讲一句很直白的话 因为 它 根本就不是蝴蝶门啊 是不是 它根本就不是蝴蝶门 所以你装门帘 哦不OK 当然OK啊 是不是 如果说你觉得装门帘 哎 看起来 很漂亮 或者说你装线帘 看起来很典雅 啊 OK 很棒 你就装 啊 那 如果说你没有装 但是现在又因为 你可能不经意 听到了这个风水的煞气 你觉得很纠结 啊 你觉得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的话 那 透过今天的直播 我要传达的是 哎 不用过度担心 啊 不要过度担心 你只要保卫一个大原则 一个房间 一个主要的空间 不要同时开两扇门 或者不要同时长时间开两个大气口 哦 然后因为开大气口 可能就会有强劲的气流 在你的房间 或者是在你们 在你的客厅也好 餐厅也好 它会产生一个扰动 哦 这样子就可以了 哦 在大家呢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啊 要 要听 要相信 要尊崇 啊 或者是说 要要跟着怎么 怎么去做自己居家 风水布局啦 或者是装潢设计的一个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导权 好 那 我还是再次重申 以我的这个立场 好 我不会强 就是 呃 跟你们说 一定得怎么做 而是呢 我觉得我的一个责任跟义务 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听到了这些风水的杀 其实在最早的 因为 我们风水的一些理论 都是从老祖先 生活的经验传承下来的吗 对不对 那 他传承下来的 他的历史的这个轨迹 包括他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们要很清楚 啊 该变的时候 我们就要变 啊 那如果说真的 能够继续 呃 我们叫做传承下去的 我们就要懂得坚持 啊 那既然如果说有可变的空间 那我们就不用过度的没守成规 因为当我们过度没守成规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买不到房子了 我住到任何房子里面 我都觉得啊 我这格局要改 都会觉得啊 我这个风水不好 啊 就会觉得 呃 可能我外面有杀气 屋子里面也有杀气 厨房有杀气 大门有杀气 你会觉得买了一个房子 我感觉好像买了一个凶宅一样 哦 哪里都怎么看都看不顺眼 啊 的确是这样 如果当你希望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的时候 你真的怎么看什么都不顺眼 但是追求完美是每个人的权利 每个人都希望买到一个风水一百分的房子 可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当我们在追求完美的同时 是不是有一些规则 哎 有一些 呃 我们这个 传统的这个框架 应该要与时俱进 我们要去做一些改变